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们 大家好 我是饶志诚生父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常年起第十七周的星期三 很短今天的福音 玛窦所记载的 耶稣对群众说 这几天我们从星期一到现在 明天后天我们还会继续来看 我们看到都是耶稣在讲天国的比喻 今天他又用两个例子来讲 他说天国好像是藏在地里的宝藏 有人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 高兴的去变卖他所有的一切 买了这一块地 第二个例子 天国又好像一个寻贵重珠宝的商人 他发现了一颗很贵重的珠宝 就必变卖所有的一切 买了这块珠宝 从这两个例子来看 耶稣愿意我们了解意思就是说 天国真的是很贵重 天国真的是很好 当你感觉到了 当然他是用这种商业的方式来跟我们讲 一块土地 或是一个珠宝 可是实际上天国他不只是这些外在的东西是能够比的 天国是一个内在的 是一个感受 天国是 就是我记得过去我们在被这个要理问答的时候 会说天国是什么 天国呢是什么都有 你要什么有什么 最美的地方 那很简单的两三个这个形容词 就把天国给形容出来了 可是从这样的一个形容说法上 还有一个我倒觉得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说还是个地方 什么都有 什么都没的地方 可是实际上天国他不只是一个地方而已 他会是个地方没错 可是他不只是个地方 天国很重要的 他是一个氛围 他是一个感觉 如果大家记得耶稣来的时候跟我们讲啊 天国临近了 我就是天国 耶稣来他把天国带给我们 他把他自己带给我们 他就是天国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 换句话说应该这样讲 今天这个天国已经在了 他不是我们死了以后才去的地方 No 而是现在就已经 因为耶稣已经来了嘛 他已经带给了我们天国 那耶稣今天跟群众讲的说好像一块土地 很美的土地 或是像一个贵重的珠宝 他愿意我们了解的是 天国是很美的很贵重的很要紧的 重点在那里 可是实际上这个天国已经在你内在我内了 当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的好 把我们的美 把我们的爱给出来的时候 就是天国 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天国的美好已经在了 当有一个机会我们好朋友或者是我们跟很熟的人在一起 不一定要吃饭 我们聊得很舒服很高兴的时候 你把你的爱你把你的美你把你的感受分享出来的时候 我们会感受到那种说不出来的一个美一种感受 那就是天国 那就是天国 所以天国实际上已经在了 它不是外在的 它不是一个地方 而它是一个内在的 它是一个感受 它是一个气氛 它是一个氛围 你我 我们都有这种感觉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的 所以当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 当我们有这样的经验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牺牲奉献 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耶稣愿意我们了解的就在这里 所以一直到明天后天 我们还会看这个十七周所带给我们的 就是一直在讲天国 一直在讲天国 耶稣愿意我们了解的就是 天国它不是一个外在的地方而已 它是一个内在的感受 那么用我们跟天主来往的关系 去感受天国的美好 而把这个天国也在生活当中表现出来 所以实际上天国已经在人间了 所以朋友们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感受 把你的感受 把我的感受给出来 让天国呈现在这个世界上 呈现在我们的社会 让大家都感受到社会是有天国的领在的 朋友祝福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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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